好,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代表喂食的一个字根 对,那它英文解释是feed 对,那第一个字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nurse这个字 nurse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单字,它是护士 对,那护士为什么里面有nur,有feed的这个字根呢? 它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护士主要一个工作就是帮忙喂食或是喂药 对,那它就是要照顾病人的健康状况和他们的 营养吸收的部分 好,那底下这一边的话nursery,育婴室 对,那这一个的话是不是就是给妈妈让他们可以喂小婴儿食物的一个地方 对,那所以是不是也有这个nur这个字根 那右边这两个字和上面这个记忆救星 它们三个字其实都跟什么nutrition,营养这个字息息相关 那它只是把字尾改了一下,比如说你看这个后面它改成ment 对,那它就变成什么?营养物质 那是不是还是跟营养有关? 那底下这边的话,它这边改成ous ous我们知道这种结尾就是形容词,那它变成营养的 那最底下这个的话就,它前面加了一个mal这个字首 那mal这个字首,我们一看到就知道它有不好的意思 因为它是一个代表bad的字首 对,那自首mal加上nutrition,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推论出来 它就是什么?营养不良 所以那像这种字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用背 因为你知道nutrition是营养 那前面加一个不好的字首,那是不是就是营养不良?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